魏莫冉和兰西辰在这片山谷里找了也不知道多少个时辰 阿县 忘记 两人在寻找的过程中回头望去 好像也看不到回去的路了 两人走着走着到了一个不大的水潭旁停留歇息 魏莫冉先开口 看这个样子 他们还没找到 我们可能也被困在这里了 我出来之前和兰氏子弟说了 如果天亮还没回去 就告诉江氏的人一起出来找咱们 兰西辰回答 果然还是兰兄心思缜密 考虑周到 兰氏和江氏短短几日便丢失四人 这让各大家族都重视起来 纷纷派出人手 协助兰江两世寻找失踪的四人 魏莫冉和兰西辰也停留在原地不再摸索 但似乎迷雾谷的迷雾 对身体些特殊的影响 对于A类人来说 其实影响不大 只是会有些疲惫或嗜水 对于B类人来说 迷雾会影响心神 可能会出现病状 而对于O来说 就是一种挑战了 因为迷雾对O造成的影响 是加速汛气 若是自己的A在身边还好 若是不在 是一定会因此死在鼓里 蓝旺鸡因为受伤 再加迷雾的影响 自然是嗜睡症状显著 魏无羡自然已经经历了汛气 魏莫冉显然在体能上 比他人强很多 只是感觉有些疲惫 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从到了这个水潭旁边开始 蓝旗鸡就总是在水潭旁边 不停洗脸 看起来状态很不好 魏莫冉见他格外痛苦的样子 起身向他走去并问道 你还好吗 别过来 蓝旗鸡举起欲消 指着魏莫冉吼道 魏莫冉愣愣在原地不再上前 但这着实让他意外 蓝旗鸡平日给人的印象 都是情绪温雅 款款温柔的模样 这一句吼出来 魏莫冉更加感觉蓝旗鸡不太好了 魏莫冉一直都是待人温和 但实质心有谋略之人 除了弟弟这件事 做得不太理智 漂亮以外 其实心地还是不错的 看到蓝旗鸡这样痛苦 出于对同伴的关心 魏莫冉还是迈开步子 想过去帮帮他 蓝旗鸡显然反应大了些 看到魏莫冉不顾阻止 还是向他走了过来 蓝旗鸡向水潭深处快步走去 并说着 你离我远一点 别靠近我 魏莫冉看他向深处走去 怕他本就因为病着 在溺于水潭之中 终于还是妥协了 不再向他走去 问道 你真的没事吗 没事 我在水潭之中泡一会儿便好 蓝旗鸡沉看他停下 语气也缓和了些 这迷雾果然厉害 魏莫冉都不知道 何时自己竟毫无意识地睡了一觉 醒来之时看向水潭 平静地毫无波澜 蓝兄呢 魏莫冉急忙起身 有些慌乱 魏莫冉冉进水潭边扫视着周围 边喊着 蓝兄 蓝锡沉 终于 他看到水面上飘着的一具身影 只怪蓝锡沉的一身蓝袍 和这潭中之水的颜色 太过相近 魏莫冉跑过去拉起蓝锡沉 竟莫名闻到一股沉香的味道 来不及多想 魏莫冉将蓝锡沉抱到岸上 运转灵力 帮蓝锡沉疗伤 他他是个哦 魏莫冉才意识到 这个蓝锡沉 刚刚为什么会怕他靠近自己 而平时蓝锡沉都有服用丹药 克制自己的天赋表现 再加上他本身信息素沉香的气味浅淡 也不善被人发现 竟能掩藏得这么好 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壁垒 可来到这迷雾谷 没想到会经过这么久出不去 没有丹药克制 再加迷雾的影响 蓝锡沉怎么都无法逃过此劫了 魏莫冉将他体内的水逼出 可他依然迈向微薄 是逊妻的原因 若是没有丹药 自己是根本没办法克制的 现在能够救他的 只有自己 没办法了 只有将自己的信息素 从蓝锡沉后颈线体注入 才能保住他的命 魏莫冉从背后扶住蓝锡沉 在他后颈处咬下去 蓝锡沉显然有了些反应 魏莫冉将他平躺在水潭旁 这次倒是要换他去水潭之中冷静一下了 对于一个A来说 自己将信息素注入给一个 欧却什么都不做 相当于喝了半瓶荷欢散 却不能继续下面的时 还真是有得受 过了一番水中的 挣扎魏莫冉上岸 刚好蓝锡沉也逐渐醒来 蓝锡沉睁眼缓了缓神 起身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摸了摸自己的后颈 看了眼自己的衣衫 有些慌乱地看着魏莫冉道 你 放心 只要不发生关系 虽然信息素注入标记得久了些 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新陈代谢 也是会消散的 只是临时标记而已 我这是为了救你魏莫冉衣角都还在滴水 有些疲惫地解释道 说完魏莫冉便找了快轻石 贪靠在上面闭了眼睛睡去 显然在水里 自己也是经历了一番挣扎 蓝锡沉走到魏莫冉身边 脱下外套给他披上 低声说了句 谢谢 蓝公子为公子远处传来呼唤声 魏莫冉睁眼与蓝锡沉对视 两人双双起身 循着声音找过去 看到江城和江燕里一行人 江公子 蓝锡沉迎上前 蓝公子 魏大哥 你们没事吧 江城道 没事 江城 阿县他们找到了吗 魏莫冉问道 还没有 不过应该也快了 各大家族都派出了人手帮忙 你们赶紧先把这颗丹药服下 可轻至账毒 说着拿出丹药给面前的两人 魏莫冉吃下 对江城点头笑了下 蓝锡沉服下丹药道了声 卸转头 看着魏莫冉 魏莫冉回头看他 蓝锡沉倒是眼神躲开 两人随意行人继续寻找魏无羡羽 蓝忘机 大部队走到一个不满荆棘的悬崖旁 魏莫冉看到血迹招呼人马停下 用手指轻粘了一下 放到鼻前嗅了嗅 这是蓝忘机 魏莫冉回头看着蓝锡沉 蓝锡沉瞬间眉头紧锁 想来也知道是谁了 江城闻声也来到跟前 问道 从这个悬崖掉下去 可还能有生还 显然是经历了一番挣扎 不管是生是死 还也要下去看看 蓝锡沉道 这迷雾之中 根本不清楚下面是什么状况 我们这样贸然行事 江城犹豫 下去看看吧 他二人应该没有分开 若是蓝二公子有事 阿县应该也为默然话说一半 实在不想承认这个恶好 阿城 咱们还是去看看吧 毕竟是一丝希望啊 江艳离也跟着说道 那好 那所有人手帮忙 大家一起想办法下去看看 江城终于妥协 毕竟他和魏无县 也是多年的兄弟 要真是让他放弃 寻找魏无县 他自己也会挣扎 小戏 新闻感情 在这里也会挣扎 江城终于妥协